除非必要的行为 所有纽约州民都必须待在家中 而对于目前人在纽约的台湾留学生来说 除了必须应付生活中各种不便之外 心理上的适应恐怕是最大的负担 请看记者龚光华林智慧来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长白思豪一直主张封城 可是遭到州长郭默的反对 没有想到郭默使出杀手件 说除了必要人员以外 大家都不能出门 而旅美的这个著名作家都认为 其实只是文字上的意气之争 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他现在不用这个term 但是他宣布的这个政策 就是叫民众多待在家里 结果是一样的 而对于被迫留在纽约的留学生而言 食物其实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Target还是什么Trader Jules 那些后富永远都还是很多人 可是小店就是还 就是不会这么拥挤这样 对于某些留学生来说 心理上的负担才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心情上需要调整 其余都还好 然后就是另一方面就是跟台湾家人沟通 就是他们还蛮担心的 而对于这位选择回台湾的音乐系学生来说 线上教学其实有他实际上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有四场听一些乐理 这些都是你需要现场听到 然后现场去反映老师才有话教的东西 这些也没有办法上 至于这一波的禁足令 到底会持续多久 恐怕是多数纽约中明星中最大的问号 记得跟班华林姿惠纽约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